不管是砸锅锅还是反锅爆料革命的 任何一个人 只要是你跟共产党反对了 找到我们 找到我们各个战区 各个农场的战友们 我们都愿意给你出证明 只要是同胞都愿意保护你 只要你加入新中国联邦 你不加入新中国联邦 我们都只要是同胞都愿意保护你 只要你灭共 反共 那么表示一下 就反共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都愿意保护 提供文字证明 第一次 最重要大家要记住一个 就是说 只要是法治基金捐款的战友们 你们一定要跟我们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保持联系 我们随时配合你们 跟美国当地的政府官员联系 这是支持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是谁 法治社会是谁 你在什么时候捐的款 我们会出文件 甚至需要出面的时候 我们都会出面保护你们 大家要明白 法治基金的捐款者 那时候 绝对法治基金 法治社会会 不惜一切的 配合当地部门证明 你是法治基金 法治是社会的捐款者 法治基金 法治就是灭共的 反共的 那你就是反对共产党的 如果在家上 你手里有的家人被威胁 或者被恐吓的资料 那就完美了 那就完美了 你可以申请政批啊 你可以申请签证啊 这是都可以的 包括 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投资基金的 只要你投资基金的 一定提前啊 需要我们的 你告诉我们 在美国需要签证保护 啊 寻情签证 政治庇护啊 我们基金 会将全力以赴支持 跟各地农场联系 各地区 喜马拉雅农场负责人 澳洲的有安红和木兰啊 都有联络方式 新西兰的老班长和Bill 英国的是大卫 日本的是魔女 还有新宇007 台湾的是文心和侯小宝 意大利的是第三千千 法国的是小皮匠 新加坡的是阿伟 韩国的是条上海 还有韩国恩恬家的哈恩 德国的是代理负责人大卫 还有小皮匠 然后是西班牙的是温哥七雄 俄罗斯的是马莎 美国西部的是萨拉和鲁特 然后呢 美西的面具先生 面具先生 美东华盛顿地区的阿饼 美东的长岛哥 还有罐罐啊 然后美东的为子孙爱奇葛闻喜